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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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在另外一个电影当中 或者某个群众演员里面又出现一个 他有的习惯动作还有这个的时候 你会忍不住说这个人我见过 对吗 那么如果说他以别的方式出现 或者说他以别的动作出现的时候 你并没有觉得你可能想不起来 我不知道我见过他 但如果以他 我后来想一想 能够把他识别出来 就是他那个一抬头一甩一甩一甩头和的样子 就是那个片刻的记忆在脑子当中是有的 这个就是纯粹依据物理属性进行编码的 只有能够跟他叠在一起的时候 你才能够想起来 这个我好像见过 我自己好像有这样一个印象 可能这个就是一种顺时机或者是感觉机 它一定是圆缝不动的某一个瞬间 它就印进来了 对不对 然后呢一瞬间之后呢就没有了 没有了的话可能是 可能消失了 也可能还在 对不对 但是可能你要把它提取出来的时候 要在某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下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说斯波林这个实验 它已经告诉我们 非常确确地证明 我们其实真的有 那个非常的瞬间的那种记忆 就是瞬时记忆 它完全依据感觉登记 有的时候把它叫做感觉登记 就是它进来是什么样子 就是什么样子 在你感官上留下什么的印象 就是什么印象 这个就是它的一种方法 斯波林的部分报告法所使用的这种刺激的卡片 这是三行 对吧 四列 是吗 然后呢是高音中音低音 来提示你回忆的时候 其实会发现 我们有瞬时记忆的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短时记忆 短时记忆的话呢 是指刺激作用中止以后 然后呢对信息保持到十几秒 直至一分钟左右的记忆 就是短时记忆 其实我在这里啊 我非常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知道工作记忆吧 Working memory 对吧 工作记忆跟短时记忆是什么关系呢 我觉得你们可以想一想啊 回去以后查查资料理一下 下次我会问你这个问题 你回答一下啊 就是短时记忆还有工作记忆啊 那么短时记忆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的容量一般是七加减二个组块 这个我们都知道 而组块的大小呢 是受材料的性质的制约 和个体的知识经验有相关系的 那么短时记忆的话呢 基于以往的研究 它一般是根据听觉的形式进行编码的 这个就是短时记忆 我们看一下长时记忆 长时记忆的话呢 是短时记忆当中的信息 经过服术进入长时记忆 长时记忆的话呢 是可以最常保持一生的 保持一辈子的记忆 那么容量的话呢 它的容量几乎是无限的 那么有的时候 长时记忆因为受到一些干扰因素的影响 可能会发生遗忘 可能会发生遗忘 对长时记忆来讲 现在研究的也是比较多的 根据所储存的信息的类型的话 我们可以分成情景记忆和语义记忆 那么信息编码的方式呢 我们可以分成表象系统和言语系统等等 这个就是长时记忆 第二个 内隐记忆和外显记忆 这个大家应该就是也不陌生了 因为内隐记忆的话呢 我们这边就是研究的是比较多的 就是华东师范大学的那个心理学系 那么内隐记忆的话呢 是内隐记和外显记忆的话呢 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呢 一个对应的是什么 有意识的加工外显记忆 一个对应的是无意识的加工 在记忆领域当中 那就是内隐记忆 那么这两者的话呢 它们是有不同的特点的 我们知道个体差异会影响外显记忆 但是不影响内隐记忆 比如说距离 我们知道智商 你测的话测智力是智商 那么高智商的人呢 和低智商的人呢 智商没有那么高的人 它们两相比呢 可能如果在记忆的时候 外显记忆会有差异 但是内隐记忆不受这个影响 这是第一个差异 第二个差异呢 就是学习和测验阶段的 感觉通道改变 就是如果你是听觉的学习 就是你听到一些词 测试的时候改成视觉了 可能会影响你的内隐记忆 但这个不影响你的外显记忆 这是第二个它们的区别 第三个的话呢 内隐记忆和外显记忆的 加工特点是不一样的 外显记忆是概念驱动的加工 内隐记忆是材料驱动的加工 那么概念驱动呢 通常自上而下 材料驱动的话呢 通常是自下而上 第三个 前瞻记忆和回溯记忆 前瞻记忆和回溯记忆 其实呢 我经常喜欢呢 讲这样一个问题 讲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比如说 你的同学 他回家了 周末回家的时候 你跟他说 你回家的时候 把你们家里有一本非常好的书 对吧 比如说 四大文学名著的某一本 我很想看 你拿过来吧 我来看一看它 或者是一些解读的等等 然后你带我来给我看 那么你就同学答应你了 等到呢 你就一直盼望着他 到周一的时候他回来了 你问他书呢 他说 哎哟 我忘了 这时候你做何感想呢 你会觉得他忘了 还是他不想借给你 这两种可能都有 对不对 可能我们还倾向于说 他可能是不是不想借给我 是不是啊 然后呢 就会产生一系列的印象 实际上啊 在这里面 忘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就是说 其实我们是有前瞻记忆的 有前瞻记忆 前瞻记忆是什么 就是你未来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未来要执行的行为的记忆 就是说 他呢 这里面存在前瞻记忆的成分 比如说 他 如果他能够成功的给你带来 他需要记着 我回到家以后 把这个拿过来 对不对 但是也可能 他的前瞻记忆 确实实实不怎么好 他忘记了 是吗 但还有一种是 他记得他不拿 这是另外一件事 对不对 但是显然前瞻记忆 都影响很大 如果你的前瞻记忆 不够好的话 你一定要想办法 多提醒自己 否则人家很容易误解为 对啊 他不认为你是前瞻记忆的问题 他会认为是 其他方面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前瞻记忆 其实对我们是会有一些影响的 那么前瞻记忆呢 是指对未来要执行的行为的记忆 回溯记忆呢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对于过去所发生事件的记忆 对过去所发生事件的记忆 他们两个之间呢 有区别又有联系 他们的区别啊 他们的区别是 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 某些变量会影响前瞻记忆 但希望啊 但是不影响回溯记忆 但是不影响回溯记忆 就是说有的时候 你的执行功能呢 不是很好 比如有的时候 可能你会忘记了 我做的计划我忘记了 但是呢 你记忆的内容 可能并没有忘记 比如说 我们知道 我今天早上上班了 我会从家里出来之前 我就告诉我 说我上了班以后 然后我下班的时候 我要去趟路过超市 下班的路上 我路过超市的时候 我进去要买几样东西 比如说调料 对不对 孩子学习的用品 对不对 本子 然后呢 我可能还需要买一些生活用品 我还要买什么 全部都记下来了 那么记下来的话呢 我就是一天工作 也比较紧张 下班的时候 我路过那个地方 我就忘记了 我就回家了 那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到了家以后 我想起来我要买什么什么什么 我全部都能知道 我要买的内容 但是我没有去执行 路过的时候停下来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其实你前瞻任务 执行的不是很好 但实际上你回溯记忆 还是不错的 因为你记得我要买什么 但是就是执行的时候 没去做到 对不对 有的时候呢 它会出现一个分离 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是前瞻记忆 和回溯记忆的关系 那么很关键的是啊 成功的前瞻记忆 一定要具备一个 非常好的回溯记忆 对不对 但是回溯记忆很好的话 可能前瞻记忆还会失败 目前是这样的一种 目前一些证据 得到的是这样的一种关系 得到这样一种关系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实际上我更想讲一个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情况啊 前瞻记忆的话呢 实际上我那个在那个之前的时候 我提到了什么的问题呢 就是老年人 记忆老化的时候 前瞻记忆能力是会下降的 那么他们已有的研究呢 已经得到了一些发现 就是在记忆老化的问题上 前瞻记忆表现的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早期的前瞻记忆研究 经常是这样的 就是说请被试 有年纪老的 有年轻的到我的实验室来 然后呢 我让你们完成一个任务 给你发下一些问卷 你去回答 回答之后呢 这个时候发下去以后 我就告诉你说 大家注意啊 你把这问卷打好了以后 就交上来 交上来以后呢 你要记得 跟我要一张信封 然后呢 在信封上 要写上你的身份交号码 我讲清楚了 对吗 好了 大家就开始答题 那么 达了半个小时 或者一个小时之后呢 就达完了 达完之后 我说请大家交卷子吧 然后呢 这个时候就会怎么样 有一些人就交卷子了 交完卷子就走了 还有一些人 交完卷子之后 跟我要了一下信封 把他的名字写上 把他身份证号码写上 是不是 这个任务 其实就是我的前瞻任务 对不对 你要记着 前瞻记忆任务 又很有个特点 就是说 你现在要急着 未来要做的事情 不是马上做 那到时候 你未来能不能去做 如果你成功地做了 前瞻记忆就成功了 如果你没有做 前瞻记忆实际失败了 对不对 那么根据刚才的任务来讲 已有的研究已经发现 年轻人 这个任务完成的挺好的 老年人 很多人忘了 然后说 哎 他要出门了才刚才 你忘记了 给我一个信封 我给你个信封 你要写一下 那么通过这个呢 我们就知道 他们的那个比率上来讲 老年人忘得比较多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能看出来 老年人的前瞻记忆 比年轻人是要差一些的 出现了一个 记忆老化的现象 但是呢 接下来 还有一个前瞻记忆任务 因为我之前还告诉他们 就是我就告诉他说 你回去以后 记得下周三的时候 今天是周三 下周三一周以后 记得给我打一个电话 向我问一下你的结果 然后我对你有一些情况呢 有一个说明 记得给我打个电话 然后他们就回去了 回去以后呢 到了星期三的时候 会有一些人打电话 仍然还会有一些人 没有打电话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想问的是 老年人和年轻人 打电话谁多一些 我们说年轻人打电话 多一些 是吧 因为刚才表明 年轻人的前瞻记忆能力 是比较好的 是不是 那么结果做下来之后呢 老年人实现有老年人的价值 老年人老年人 我们非常尊重的地方 那么结果做下来之后是 一周以后 打电话的人里面 老年人多 年轻人少 这是为什么呢 很奇怪 是不是 而之前的数据已经表明 从纯粹的记忆能力上来讲 老年人在前瞻记忆上 是老化了 对不对 但是呢 真正完成的效果来讲 一周以后 老年人完成的更多 那么后来研究者 也做了一些分析 比如说年轻人事情很多 他没有那么在意 所以他忽略了这个事情 对不对 这里也有一个 这些因素的影响 但是你老年人呢 他也知道自己容易忘事情 他就会怎么样 提醒自己 回到家里面 就在最写要的地方 写上我周几周几 我要打一个电话 对不对 然后呢 他会不停地提醒自己 年轻人觉得 我记忆力很好的 没问题 我不会忘记 但是呢 他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事情是非常多的 到时候可能 不会把这个事情忘掉 有这种情况吧 所以分析下来 是的 就是从真正的 记忆能力上来讲 是会老化的 但是老年人 他有丰富的阅历 他有非常的 他可能对自己的了解 是非常足够的 这样的话呢 他会有一些办法 来克服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就是 年轻人和老年人 是会有差异的 但是老年人 有老年人的智慧 他的阅历 还有他的经验 等等 这是一个 但是呢 其实 他是可以做得很好 老年人可以通过 很多的外在的一些线索 来提醒自己 那么在研究过程当中 这个老化的问题呢 仍然会让研究者觉得 对老年人的 这个前瞻记忆的问题上 尽量在线索提示 等等很多方面 能够给他更好的帮助 为什么呢 因为前瞻记忆 对我们的关系 实在太密切了 比如说 比如说有一种前瞻记忆 就是吃完饭吃药 是前瞻记忆吧 就我要想着 吃完饭才能吃药 我知道药很重要 但是现在不能吃 必须得吃完饭以后 才能吃药 这就是一个前瞻记忆的任务 而且呢 可能每天都有 早中晚三次 吃完饭以后吃药 甚至有的时候 有些药 比如说抗生素类的药 他一定会说 间隔六个小时就要吃药 对吗 他那个时间间隔要求 还更严格一些 等等 就这些任务上 对老年人来讲 随着年龄的增长 其实他可能需要人的帮助 比如说 他可能会忘记了 我刚刚上一顿药 没有吃忘记了 那么好一些 他会提醒 我会忘记 别人会提醒他 这会好一些 但是随着年龄的 再进一步的增长以后 另外一种情况的 前瞻记忆的那个下降 还需要人的帮助 这个时候可能就是 需要更多的人照顾他了 为什么 因为他可能会忘记了 说 我忘记了 我吃药了 还是没有吃药 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了 是不是 他比如说他吃完了药 但是他忘记了他 吃药了 还是没有吃药 这个呢 不全不是前瞻记忆的问题了 对吗 他既有前瞻记 跟前瞻记忆有关的 一个记忆的遗忘 是不是 那么等等等等 就是这些问题 都是需要人们 对他们进行帮助的 这个呢 就是前瞻记忆和回溯记忆 那么他更有呢 现实的生活的意义 前瞻记忆对我们来说 第四个区分是 错误记忆和真实记忆 其实错误记忆的话呢 它的英文是 false memory 有的时候呢 我们也把它叫做 虚假记忆 就是没有发生的事情 然后你在头脑当中 却留下记忆了 然后呢 这个记忆的话呢 你不知道它是假的 它不知道什么有发生 你是分辨不出来的 你把它当成真的事情一样 对你产生影响 甚至你把它讲出来 你说我轻轻束 记得一件什么什么事情 这个呢 就是虚假记忆的问题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 它定义是这样说的 虚假记忆 或者错误记忆呢 我们就说 它表明什么呢 错误的声明 从未发生过的事情 曾经出现过 而且你把它记住了 那么真实记忆呢 它对应的就是 正确报告 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你把它记住了 在你的记忆当中保存的 就是两种记忆 从这个角度上 但是问题是 所有的人都存在 这两种记忆 而且所有的人 可能对自己的虚假记忆 或者错误记忆 虚分不出来 否则它就不会存在 在那里了 如果你一旦发现 它不是真的 你肯定会把它驱逐出去 对吧 你不会把它 让它保留在 你的记忆库当中 那么这两种 错误记忆和虚假记忆 它们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 一个是 在进行实验过程当中 它们的程序 是非常相似的 那么它们也是 对它们的解释的话呢 这两个理论 有共通性的 另外一个呢 它们的神经生理过程 目前来讲 发现在涅液区 可能关系比较密切 有重叠的地方 另外一个呢 它们有共同的影响因素 比如说关联性 比如说学习程度等等 这个呢就是 错误记忆和真实记忆 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区别 那么我接下来的话呢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错误记忆是非常有意思的 比如说 不管什么人 可以这样 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不管是什么人 比如说 美国总统 美国前总统里根 你们知道吧 他呢就是做过演员的 然后呢 他曾经连任两届嘛 还有一个 他演讲是非常非常精彩的 那么后来呢 就是心理学家 把他一件事情记录下来 就是在第二次竞选连任的时候 让他各地去演讲 那么讲很多很多的主题 肯定是鼓舞人们的事情 而且让大家选他 也讲他的政策 那么也要 那么他基本有一个环节 当然很多了 也基本有一个环节 他就激发人们的爱国的 那个情节 情感 然后激发起来 这样一种情感 往来感动人家 他说他就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呢 他每次讲到这儿的时候呢 都眼含着热泪 他说在美国人 二战的时候 然后呢 曾经发生过一个这样的事情 说有一个飞行员 带着他的助手 然后在飞行的过程当中 后来去执行任务的时候 他飞机呢 就中弹了 中弹以后呢 就是被击落了 然后降落的之前呢 他的助手非常惊慌 说怎么办呢 这个马上就很危险 而且没有办法了 然后呢 这个飞行员呢 就是视死如归的 就很镇定地说 孩子放松 那就让我们 跟我们的飞机一起着陆吧 然后这个飞机就会坠毁了嘛 就爆炸了 就变成碎片了 讲到这的时候呢 他身情并茂的 那他演员出身吗 身情并茂的 把大家都打动了 而且他有名有姓的 说这个人是谁 叫什么名字 后来他在那个战场当中 他是怎么样的 爱自己的祖国 然后他是怎么样的 英勇无畏的 然后最后呢 他这个事件以后 他被授予美国的国会的 一个什么什么寻章 这个就讲完了 那么这个的话呢 可能只是他 众多演讲当中的一个前奏 来激发人们的 这样的一种情感 是吧 然后引起人们的共鸣 可能对他后面的事情 或者包括对他本人的接受 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 有一个美国记者呢 他特别较真 他就想 哦这个事情 我把它写下来 也许可以挖出一个故事来 然后可以变成一个 电影剧本等等 因为大家确实很被感动 从哪儿挖起呢 他很有思路 有名有姓的 对不对 但是上哪儿去找这个人呢 上哪儿去找这个人呢 然后呢 他就其中有一个 他不是得到了一个 国会的什么寻章吗 而得到这个寻章的 这个荣誉是非常少有人的 所以呢 这个名单 他就是找到了这个名单 在这个名单上去找 就找不到这个人 他就想 怎么回事 这事情就放在那儿了 但是他一直很较真 又过了一些年 很偶然的一次机会 他看到了 美国二战时期的 一个电影 李根所朗诵的 和讲的这个故事 是电影当中的 一个情节 大家知道了吗 然后这个事情 他当然把它写下来了 这个也没什么 这就像一个故事 你想想看 李根在讲的时候 他知不知道这个事情 是不是真的 是一个电影的情节 他肯定不知道 否则在竞选 那么大的事 他很重视的事情当中 他把它当成真事去讲 那又何必呢 讲故事情节也可以啊 对不对 所以呢 实际上呢 就是对他来讲 他在讲的时候 他把当成真事 当他亲自就是好像 看到书啊 或者历史 讲过的这么一个 历史事件一样的 讲这个事情的时候 实际上他把来源搞错了 对不对 就是有的时候 你记住一件事 你把它当成真的 但只不过是道听途说 但是来源 弄错了 那么它也变成 你的记忆的一部分 把它当成真事 就记住它了 这个是错误记忆 发生的一个现象 大家知道了啊 所以这个事情 是印象蛮深的啊 这个事情印象蛮深的 就类似的事情 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知道 心理学家皮亚杰 特别特别聪明 是吧 很伟大的一个 儿童发展心理学家 皮亚杰 然后呢 他在自传里边 经常会讲 他说 我小的时候 很顽皮的 所以我曾经被 每个被人诱拐过 拐走了 是这样的啊 后来呢 又被救回来了 他就把这个事情 写下来了 写到他的传记里边去 那后来呢 他的姐姐和妈妈说 这个事情实际上是 是没有那个 发生过的 是没有发生过的 但是为什么 他会这样想 这个事情呢 就是因为 他小的时候 非常顽皮 他家里的人 还有保姆呢 他每次很顽皮的时候 就会吓他 说你不要跑 你不要东跑西跑 你小的时候 因为你乱跑 被人家给拐走过 很危险的等等 这样告诉他 那么他长大了以后呢 他把这个事情 就回忆成是他自己的 一个亲身经历 而且还能想出 很多很多细节来 大家知道吗 就是我们的错误记忆 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么他的一个来源呢 是可能来源 有的时候混淆了 把虚假的来源 当成是真实的 然后你 而且还丰富了 他的很多很多细节 然后你把它当成是真的 在你的记忆库当中保存 这个对我们的影响 是比较大的 那么第五个的话呢 讲的是原记忆和客体记忆 这个的话呢 原记忆指什么呢 就是个体所具有的 与自己的记忆活动 有关的信念 及监控系统 实际上这个概念 来自于原认知 就是如果原记忆的话呢 它的英文是 Meta Memory 对吧 原认知是Meta Cognition 其实应该原记 是对记忆的记忆 客体记忆呢 是对客体的记忆 是吧 那么这个的话 指的是什么呢 原记忆更多的指的是 你对你自身的记忆的 情况的把握 你是否了解 你自己的记忆的程度 对不对 然后你在记忆过程当中 是不是有些记忆 策略来帮助你进行记忆 而且你在记忆过程当中 是不是有监控你 整个记忆的过程等等 这些都是原记忆做的事情 它只不过是原认知 在记忆当中的 一个表现 它跟客体记忆的话 你只要记住这个事情 就可以了 是不太一样的 那么原记忆对我们来讲 是不是很重要呢 实际上是蛮重要的 实际上是蛮重要的 比如说 它经常怎么来做呢 有些事情 你们也可以了解 自己的原记忆怎么样 比如是这样测的 它给你看一列词表 看完之后 它告诉你说 请问你认为 你多长时间能把它记下来 那有的人说 20分钟可以记下来 有的人说 我30分钟可以记下来 等等 对不对 然后呢 后来发现 事实上真的记的时候 你真的20分钟记下来了 那你原记忆水平还是不错的 就你对自己记忆的把握 是吧 那么 然后呢 接下来的话呢 说 你记完了以后 我还问你说 请问你能回忆出多少 你说我能回忆出80%吧 有的人说我能回忆出90% 有的人说我能回忆出60% 那么如果有的人 他确实记忆力不好 他也知道 他可能真的回忆出来60% 虽然他的记忆效果不是好 但是他原记忆是不错的 是不是 还有一个 你在整个记忆过程当中 如果你知道有虚假记忆的存在 你不停地监控自己 那么这个也是原记忆的一个表现 对不对 那么另外一个的话 你会发现 我的那个就是重复记忆 此记忆背的能力是比较差的 我是更喜欢把它理解了以后再记忆 所以来任何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都采用理解记忆这样一个策略 那么你对记忆的策略的使用 也是不错的 而且如果你学过 Ipin House的那个记忆望曲线的话 你会告诉我自己 我明知道我记忆力不好怎么办 我学完了马上复习 而且我多复习一些变数 肯定有利于我的记忆 因为我的记忆没有那么好 如果你这些都做到的话 其实你的原记忆的能力 还是不错的 这些 所以我们讲到原记和刻体记忆的时候 更多的是从一个原认知的 这种框架下来 来跟你讨论这个问题 而且希望你能够对你自身的记忆 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监控 了解和把握 这个就是这里面 我们想交代给你的事情 这个是对原记一些探讨 好 本节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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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